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鲍铭 这句话题我们说的是世界越来越危险 谁会转向战争驱动型的经济 最近一个时期下 中国的高层对经济发展问题 做出了诸多重要的表态和决策 有人观察到中国的经济政策 也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比如说更加重视军工 艰单技术 粮食安全 并且重新提及了供销合作社 社区食堂 更加关心居民的基本消费 对于大城市的看病 以及少数人收入过高的问题 也发出了警告 所以有一些专家 对中国经济的未来的走向 提出了所谓的战争驱动型经济的概念 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是在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 诚然 近年来 中国确实在国防建设上 投入了相当的资源 特朗普任内向中国发起了疯狂的贸易战 拜登上台以后 则是在科技领域 对中国发起了彻底的围剿 这迫使中国不得不更加重视 高技术产业的安全和自主 至于粮食安全问题 则一直是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重中之重 新冠疫情影响了全世界的贸易流通 很多国家都出台了禁止粮食出口的法令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 手里有粮 心里不慌 这是那个恶怕了的年代 给中国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 中国政府对粮食安全给予更高的重视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之所以会有一些专家把发生在中国的这些现象和战争联系在一起 大概是因为自主能力越强 组织程度越高的国家和社会越容易进行战争的动员 也更容易取得战争的胜利 那些在高技术产业或者是粮食问题上受制于人的国家 是很难下决心用战争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主权 领土完整以及合法的权益 今天的中国已经基本上做到了高技术产业的自主 粮食自主和供应链的自主 对于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资 比如说石油 铁矿石等等 也建立了多种稳定的对外采购渠道 可以说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比较不害怕战争的 经济体了 但是如果因此把中国的经济定义成战争驱动型的经济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在新中国前30年的时间 由于面临着残酷的国防压力 向后实施了抗美援朝对应自卫反击战 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不同规模的战争 特别是面临着和美国苏联打核战争的风险 那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 是可以称之为战争驱动型的 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那个时代 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的中国经济高度重视市场的调解作用 高度重视开展对外贸易主要的经济资源 是放在了民生而不是在战争的准备上 那今天的世界 有没有哪个国家是真的在搞战争驱动型经济的呢 那当然是有的 这个国家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俄罗斯虽然正在经历乌克兰战争 但普京政府还是非常重视人民的福利的 特别是俄罗斯通过与中国的经济贸易的发展 获得了更丰富更充裕的民生物资供应 战争爆发到现在 俄罗斯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多少 美国才是那个一心一意 把经济发展的前景建立在战争基础之上的那个国家 由于美国国内长期缺乏对基础设施 基础工业和基础教育的投资 美国现在变成了一个看不到经济增长点的国家 虽然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非常重视商业航天 人工智能 生物技术 绿色能源 这些方面的前沿技术的发展 但是这些重视往往是停留在口头上 不但联邦政府的拨款相当有限 私人投资也没有取得太多突破性的成绩 如今美国最出名的产业新星是埃隆马斯克 他的商业航天活动虽然看起来很耀眼 但是创造的经济价值远远没有达到 让美国的经济脱离困境的程度 他的特斯拉电动车还要依靠中国的超级工厂 才能够维持世界范围内的销售 美国能够真正维持大规模产业基础的行业 已经不多了 在这当中又以农业医药和军工最为突出 在刚刚通过的2024财年的预算当中 军费开支占到了8800多亿美元 占了联邦预算的将近一半 作为一个并没有对外实施大规模战争的国家 这样的军费开支比例和规模是不可领域的 而这8000多亿美元绝大多数都要用在美军身上 用在美军准备战争的行动中 并且以政府采购的形式渗透到各行各业和各个经济体当中 所以说这才是真正的战争驱动性的经济 因此人们需要担心的是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战争驱动性的经济 它将把世界推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好 这就话就已经说到这里